你现在是这一块 就是球一来以后收的劲没有 所以导致你的机球空间 明显减小了很多 很多时候都硬着头皮去往前起 都这种感觉 你看发一个 都感觉是硬着头皮在这里 硬着头皮在这里往前起 记住发好这一块 一定要有一个收腹的动作 可能这个幅度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 对别人都看不出来的 就这么一点 但是足够能让你保证你的质量和命中率 能够同步提高上来 你看 你看我相比于你刚才是不是多了一个 腹部这个位置往回一个收 这个时候你的手 你就不用再去刻意拉手了 因为你说的时候 你手自然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 然后你的往前的动作就空间去做了 看 收 看到没有 并且呢 你这一块收呢 一定要看球去收 那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球很快很顶了 那我可能就收小一点 收小一点直接出了 那如果球慢的话 那我可能收的稍微大一点 把转的稍微大一点 爬再往前走 对吧 我是看球走的 再来 对啊 这个球慢了 那我可能收的可能 能扶大一点 你右腿再稍微在前面一点 啊 没还还还没有收进来 还是没有收进来 哎 这个好一点 对 收进来 直接走 很好 很好 你在收的同时就要找准好啊 你要去确定好你到底要在哪个点去击球了 要不然的话你光收你 你这个点对不上那是白搭了 你在收的同时就要去观察哎 我要在哪个位置 啪 我就要去往前去顶出去了啊 明白吗 收的同时也是在找位的过程啊 再来就要点起来啊 收找位 收找位走 收找位走 对 收找位走 漂亮 很好 很好